有没有讲了 Flows 和 Evil 因为我这边没写 你们自己再把它补一下 然后 Stream 对不对 另外一个 Type 这个 Type 也很好用 有的时候如果 假如你不确定说 哪一个变数里面放什么样形态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Cleaned 比如说你Cleaned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说 AOA 到底是什么形态的话 那你可以用个 TY Type 刮弧 然后里面放个 A 就把那个变数放进来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变数里面它的形态是什么 所以写一下 你会发现它会略映出这个叫 Class 它当然不会直接叫 Stream 它直接跟你讲 Class St 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形态是自创 那你可以换一下 比如说你把这根 那另外一个你可以把它改 加一个 R & T 比如外面加一个 R & T 把 A 在这边转型 转成什么 转成这个整数的话 那你把它 Type 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显示出来 马上就变成 R & T 了 那另外你可以把它改成 B 了 比如说这边改 B 然后这边的话外面就改成什么 用 EVO 好了 EVO 比较简单 OK 那你把它 Print 了出来之后的话 那 B 应该得到什么 他跟你讲说 你里面是放一个 Float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说将来 程式一直 Bug 但是你一直跳出哪个变数发生错 可是你一直看不出到底哪里出错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用 Type 去把它 它的那个形态先 Print 了出来看看 然后你再做判断 这有时候也会遇到 OK 这个可能就是顺便带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有个叫做算数预算值 这个算数预算值 当然是基本规则 那这也应该蛮可以理解的 在那个计算机类似的 加减乘数 这个应该不用讲 比较需要讲的 应该是底下这几 就是球鱼数 有没有 百分比辅 百分比辅 然后 然后那个 除除就是除完之后的整数 不过这个除完之后的整数比较少 用为什么 除完之后外面加 Int 就好了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可是除除 有没有在这边 这个除完之后的整数 这个应该在你们讲义的第二单 也有 有没有 那可能比较需要讲的 应该是这一个啦 层层 层层的话是几次方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什么 取这个 假如说3的5次方 比如说像这个3的5次方 那我应该怎么去计算 比如说我这边假设 5次我把它改回来 我这边改成5好了 OK 3跟5 OK 那比如说我想要计算呢 3的5次方的话 那当你要计算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print 然后3的5次方的话当然不是 A 层层 B 这样的话呢就是3的5 不过因为上面是文字 所以我们还需要 再加int 把它刮在前面 也就是把它转成3 3的5次方 是int OK 这样的话呢把它执行 3的5次方 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文字嘛 过来的话就变3 所以实际上啊 这个表示方法就是3的5次方的意思 OK 那把它执行的话 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 他会得到 2 4 3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说 我希望把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3的5次方的文字叙述的话 比如说这边 3的5次方 冒后 这样 OK 那一样嘛 串接 串接之后的话呢 当然啊 你如果现在print一定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会是一个数字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243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能够run的成功的话 应该怎么 一样嘛 前面跟前面一样 STR 把它包起来 有没有 然后包在这个外面 意思就是说 把计算结果 再转换 243外面再加 两个双0号 把它print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就是 3的5次方 冒后 就是243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好不好 这个地方 把那个 这个 刚刚的那个 算数运算子 当然 几个改法 因为前面的这个 加减乘除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改成减吧 改成成 改成书 啊 现在底下这边有个取余数的 你也可以练习看看 那我主要是练习 刚刚这边再增加一个 这个 crinter 是吧 3的5次方 试一下 这个地方 3的5次方